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除小山头小圈子这种庸俗关系网等等 但文章中借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来批评上述现象 只字不提习近平 引发外界关注 按说这类稿子都是经过层层严格审查 必须由军方高层签字才能放行 有评论质疑谁吃了豹子胆 敢在社论里只字不提习近平 7月6日中国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题为 用共同的理想凝聚兵心的社论 文章称一支军队官兵之间要拥有共同目标 才能凝聚向心力 文章称坚决破除小山头小圈子的庸俗关系网 官兵之间要保持纯洁朴素的同治关系 战友关系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借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 来批评中共军队小山头小圈子等乱象 凸显军中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 却只字不提当今军委主席习近平 时事评论人士分析称 中共有个宣传潜规则 就是缺什么就喊什么口号 中共强调团结 说要坚决破除小山头小圈子的庸俗关系网 并引用毛邓的话来说事 这恰恰说明这种情形就是现状 就是军中处处是山头和小圈子 买官卖官的庸俗关系网未变 舆论认为习近平整肃军队十年 等于白费功夫 最近不断传出有将领落马 但官方没有公布 这也说明军队内部出了问题 军心不稳有异心 而军报这篇文章正好呼应了有关传闻 中国军报6月19号报道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纪律检察委员会 近日印发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 该规范要求现役与退役军官 要遵守八项社交新规 要求军官不断净化社交圈 生活圈朋友圈等等 7月1号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 习近平2022年3月1号 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文章开头他就强调官员要忠诚可靠 习近平称在政治原则问题上 绝不当两面派做两面人 要求中共官员不要做心怀意心 身在曹营心在汉 同床异梦的人 从4月以来 习近平先后视察了多个中共军队战区 多次强调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从3月份以来 中国火箭军先后传出多名高层被带走调查 评论表示习近平在各方面的权力看似稳固 亲信握紧关键部位 但这都是表面的 关键是整个中共体制已经摇摇欲坠 包括军队腐败依旧 整个官场躺平 大家都是为了眼前利益 对习近平表忠 一旦有风浪就会做鸟受散 最近俄罗斯发生的瓦格纳叛变 习近平应会加紧清理军中一级 因此将不只是火箭军 接下去大家很可能会看到 中共更多的兵种的将领遭到政治侵袭 不管习近平会否在2027年前后发动战争 内部整肃的事情是一定会做的 而这次解放军报 汉有不见习近平的大名 显然是军方对他的藐视和挑战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联合国惊爆气候变迁已失控 7月初地球有始最热周 综合媒体报道 在经历了一连串全球气温频频打破记录的酷热日子之后 世界气象组织周一7月10号公布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 今年7月初是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 联合国秘书长说 这表明气候变迁已经失控 法新社报道 在气候变迁和圣鹰现象气候模式早期阶段 促成了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后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透过声明表示 根据初步数据 地球刚经历了历来最热的一周 全球气温飙破记录 人类进入未知领域 今年已过半 如今地球出现历史性高温的情况 是今年一连串破记录事件的最新一级 今年西班牙已发生干旱 中国和美国也遭受强烈热浪袭击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 陆地和海洋的气温正在打破记录 可能为生态系统和环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服务主任休伊特说 我们正处于未知领域 随着圣鹰现象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预期会打破更多记录 而这些影响将延续到2024年 这对地球来说是令人忧心的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直言 气候变迁已经失控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上周表示 全国野火灾情数字超乎想象 光是7日就有超过670起 然而眼前还有漫长难熬的夏季 本季截至目前为止 加拿大野火形成的浓烟 已经污染加拿大和美国的空气 影响超过1亿人 在美国德州正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热穷现象 也就是暖空气像对流烤箱一样困在大气层中 而在欧洲西班牙正准备迎接短短数周内的第二波热浪 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天表示 伊拉克南部沼泽地正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热浪 恐怕为生态系统和当地渔民带来毁灭性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说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情况 表明气候变迁已经失控 另据路透社7月10日报道 欧洲卫生机构研究人员的研究估计 2022年5月下旬至9月初 欧洲出现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 这段期间欧洲35个国家共计有超过61600人 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 这份于10月发表在自然医学的研究结果指出 从人口规模来看 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中海国家的高温死亡率最高 数据也指死者大多数为80岁以上的年长者 其中约63%为女性 据指高于平常的温度除了会让作物伪雕 冰河融化、升高野火风险也会造成健康问题 像是中暑、脱水和心血管的压力反应 随着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导致气温升高 热浪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 极端高温会引发中暑或加重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 进而导致死亡 其中年长者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族群 2003年欧洲发生致命热浪之后 法国在内的等多国制定应应高温的国家计划 包括设置预警系统和在各城市增加凉爽的绿地 但研究人员表示 去年的高死亡人数表明 这些政策远远不够 应立即加强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气候科学家 布里米科姆说 这表明了这些国家需要审查自己的计划 看看哪些措施没有起作用 德国卫生部上月发起活动 指导地方当局拟定防范高温计划 例如加强对流浪汉的保护措施 或是在公共场所提供更多的饮用水 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说 因为高温死亡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如果我们预先拟定计划 拯救人命将会相对容易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下令事前严审生成事AI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5月底下令 加强监管法规人工智能后 终极版生成事人工智能管理办法 即将发布 强调会事先审查内容 较4月公布的草案更加严格 有英文媒体引述接近审查人士承认 中国政府既要在科技竞赛中领先 又想要完全控制内容 两个目标其实自相矛盾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国家网信办 生成事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 原本只要求互联网企业 在产品发布后的10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政府注册 但最终版本是要求发布 生成事人工智能系统之前 先要获得当局许可 报道引述一位接近审议人士承认 当局的做法显得摇摆不定 原因是中国最高领导层 既要求在科技竞赛中不知落后 又想完全控制和审查人工智能 所创造的讯息 这个目标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生成事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 于今年4月公布并征求意见 指出人工智能产品将被要求 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并且不得包含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 据新华社于6月1号的报道 身兼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 于5月30号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 下令进一步加强监管人工智能 并称必须更严格监管生成事人工智能 才能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中国提醒在美和赴美公民 提防落入右补圈套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布通知 提醒在美国和赴美的中国公民 提防落入美国陷阱及右补圈套 中国外交部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 星期一7月10号发布安全通知 提醒在美国和准备赴美的中国公民 注意安全通知称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枪击暴力和针对亚裔歧视事件频发 美国以各种借口对出入境美国的中国公民 滋扰盘查 近来还恶意抹黑中国追赃追逃工作 不惜动用司法手段 任意拘捕中国公民 还在芬太尼问题上甩锅推责 钓鱼执法 跨国绑架 又不起诉中国公民 严重威胁中国公民人身安全 通知还说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美使领馆 提醒在美国的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当地社会治安形势 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通知提醒 临时赴美人员应提高警惕 提防落入美国陷阱及右补圈套 如遇紧急情况 可与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 寻求帮助 美国政府上个月宣布 逮捕两名中国公民 并指控多家中国公司及其员工 涉及芬太尼相关犯罪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关公刀太重 狼牙棒太短 中印边境解放军最新武器曝光 据一平新闻网报道 中印边境争执不断 为了避免演变成为战争 基于两国默契 如果发生冲突 中印的士兵都不能使用枪械等现代兵器 只能使用棍棒等冷兵器 由于去年12月 解放军一对巡逻边界的士兵 吃了印军家常版兵器的亏 近日 解放军演练新的阵法 最新武器也曝光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2020年6月 中印军方在加勒万河谷爆发大规模冲突 双方使用冷兵器往死里打 造成印军20人死亡 解放军则有4人死亡 吃了亏的印军不断研究改良战术战绩 去年12月 印军选好地形后 以铁丝网挡住解放军擅长的穿插战术 使解放军无法对印军队形进行突破 铁丝网后的印军则以加长版的兵器 也就是长棍对解放军攻击 在这场冲突中 解放军受伤人数较多 吃了兵器不如人的亏 根据最新发布的照片 中印边界的解放军正在演练新的战法 小部队解放军排出类罗马方阵的队形 以盾牌挡住对方的第一波攻势 后方的解放军则以削尖的长条空心钢管进行攻击 过去解放军曾使用过关公刀与狼牙棒 虽然看起来威风 不过经过实战验证 各有其缺点 关公刀够长也够犀利 可是太重了 中印边界是海拔数千公尺的高地 在空气稀薄的环境下 很难利落挥舞关公刀 至于狼牙棒虽然看起来猙獰 在战时威力也够强大 不过如果对方使用类似铁丝网隔开距离 狼牙棒就太短了 无法攻击到对方 最新研发出的削尖长条空心钢管 因为空心所以够轻 如果两军交锋 前面的盾牌防守 后面的削尖长条空心钢管就可以攻击 因为够长 就能在敌方攻击前先行刺伤敌军 在必要时 甚至可以当成镖枪 投掷杀伤敌军 至于印度军方是否也研发出了新的战法 或是兵器 或是已经准备好杀手锏 只待使用时机 目前仍无进一步的消息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二手车商全面亏损 库存积压创历史高位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新车大打价格战之下 二手车更加难卖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肖正三透露 近年出现亏损的二手车商 占比高达92% 行业生存受到严峻挑战 肖正三在稍早前举行的中国二手车大会上表示 市场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 新车价格战传导到二手车市场 整个二手车行业面临着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减弱的三重考验 车商收车更加谨慎 多家二手车商直言 本以为去年就很艰难了 但今年更加糟糕 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年 数据显示 今年前五月二手车累计交易约723万辆 按年增长17.29% 但库存天数 由去年初的从37天大幅升至57天 反映二手车难卖的情况普遍 协会副秘书长田田指 对于二手车商亏损 主要是新车降价所致 前车的毛利率基本上是在8%左右 每次新车降价就会损失2%的毛利 四次调价后 二手车还没有出售掉 肯定会亏损 另有业界人士称 很多二手车车商因担心风险 拒绝卖新能源汽车 也导致销售减少 拉长了二手车的库存天数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美国智库主任被控是中国间谍 弃暴潜逃 据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曼哈顿联邦检察官10号 对一名智库负责人提出控诉 指他担任中国代理人 涉嫌非法斡旋武器和伊朗石油交易 并试图影响时任总统川普政府的政策 该嫌犯自称遭到政治针对 否认相关指控 目前弃暴潜逃中 据路透社美国之音和德国之声的报道 被告拉夫特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 他在2016年涉嫌在为依法注册 为外国代理人的情况下 替中国招揽一名担任川普总统顾问的高级官员 并支付对方酬劳 缩使对方支持有利中国的政策 并撰写相关评论 发表于中国报章媒体 不仅如此 拉夫特还违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 在未持有许可证下 促成中国企业向利比亚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坎尼亚等国 出售炸弹、榴弹发射器等武器 并安排伊朗官员 与一家中国能源公司举行会议 讨论伊朗石油交易 此举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检察官威廉斯在声明中表示 拉夫特参与多项严重的犯罪计划 并向执法单位撒了很多谎 根据美国司法部新闻稿 拉夫特一共被控八项罪名 其中最高可判刑20年徒刑 据了解 拉夫特是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联席主任 该智库自称总部位于华府 专注于研究全球能源安全和经济趋势 德国之声查核后发现 该智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合作密切 网站上传许多与中国能源相关团体 合办研讨会论坛的照片 以及拉夫特受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影像 检方表示 现年57岁的拉夫特 2月间因被美国指控 而在塞普勒斯被捕 在等待引渡期间获得保释后潜逃 目前仍然在逃 美国司法部以征求民众通报拉夫特的下落 自称拉夫特的推特账号 2月18号曾发文 反驳美方称其为军火商的指控 称自己是因美国出于政治动机的引渡请求 而在塞普勒斯被捕 美方目的是阻止他针对拜登及其家族成员 涉嫌收受中国情报人员金钱一事 出席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听证会 俄罗斯征兵官员当街被爆头 据法广报道 俄罗斯当局昨天晚上报告称 一名负责西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军事动员的俄罗斯官员 在号召去乌克兰打仗征兵活动中被枪杀 调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称 周一早上在这座拥有一百万居民的大城市的一条街道上 发现了这名42岁征兵官员的尸体 尸体上有枪伤 法新社引据同意消息来源称 该官员是克拉斯诺达尔市负责军队动员行动的市政厅副主任 调查委员会称 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犯罪者的身份和犯罪动机 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援引警方消息来源称 受害者名叫斯坦尼斯拉夫里吉茨基 俄罗斯国会议员克拉斯诺达尔市前市长 佩尔维乔夫在电报群上说 斯坦尼斯拉夫里吉茨基曾在俄罗斯海军服役 指挥过克拉斯诺达尔号潜艇 据媒体巴杂报道 他仍拥有护卫舰舰长军衔 是在当地慢跑时被枪杀的 自4月以来 俄罗斯军队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征兵活动 通过大量广告鼓励人们参军 并承诺给予高薪和有利的社会福利 征兵目的是补充在乌克兰前线 因死伤而减少的兵力 因为不受欢迎 克里姆林宫曾许诺不再大规模征兵 法新社说 自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的军事攻势开始以来 有数十人被捕 并被指控放火或企图放火 焚烧征兵中心 显示民众对乌克兰战争抱持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